鄭蘭峰朝日子 鄭蘭峰局長 鄭蘭峰段乃徐和羅商 鄭蘭峰交易法條 鄭蘭峰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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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賤 因為美國幫我們訪查對不對 世界大賤 賤金一定有一個贏書 台灣賤贏的賤書 你覺得賤贏的贏手 賤書的贏手 賤書哪有光復節 你有太過嗎 你吃得這麼大閃 你也想嗎 你現在打給你講賤書 台灣賤書 賤書哪有光復節 你騙你了 中國人跟你騙 我們打敗仗 所以我們並沒有光復節 經過這幾年我們台灣民主 都在演講 報紙在寫 現在中間沒有嚇到 現在小學生三年級的課本 所謂的光復節已經拿掉了 他講不下去了 你建築哪有光復節 光復節跟你騙的對不對 早上跟你講你的新聞情 1945年8月15號日本田農導航 1945年9月2號 麥克拉社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1946年第二年的1月12號 中華美國發布行政命令 中台灣人的新聞都變成中華美國的國節 美國 英國都抗議 所以我們的生分是假的 你聽到這個時候你就會很震驚 台灣沒有建牙賤書 所以沒有光復節 台灣人本來日本的國節 去用建設中華美國國節 所以一連串這六十八年 都說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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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到嚇壞 想到嚴重的是 他又跟你騙說 我們台灣是從中國來的 其實沒辦法沒有一個 那個馬街醫院的林瑪麗醫師 他跳出來講啊 做學術研究啊 中台灣人會跟他跳出來看 欸 中華的血統都不到百分之一 不到百分之二 怎麼說從哪裡來 但是又跟他比較外的 台灣人的社會 都是平保祖的社會 平保祖是我們台灣的原住民 原住民是分成兩種 一種是平保的 平保就是什麼 住在平地的地方 一種是住在高山的 因為有日本的風景天皇 交和來台灣的時候 他做小孩的時候 做宏太祖來台灣 他覺得說 哇 這些高山的這些人 女生的體格都很好 女生的很漂亮 很會唱歌 他說這些人 好像是日本 古早的社會在形容的 所以他將這些高山的 給他們一個名稱 叫做高山祖 高山祖 高山祖 高山祖是日本的風景 交給我們台灣原住民的一個名稱 你之前覺得很奇怪 現在 現在中華民說來台灣 他想要將高山祖消滅 他現在來的時候 他來的時候 就跟這些高山祖說什麼 有的高山祖 傻傻傻傻 騙了 他說我們不是高山 我不是原住民 不是 你說他不是高山祖 他叫做原住民 他說我們要用原住民 我們不要用高山 其實你聽得清楚 你如果說原住民 這個中國人 從中國傳來台灣 他叫做什麼 新住民 對不對 新住民嘛 好 我問你 五十年 五十年以後 那個新住民 他可以講說他是原住民 一百年以後都不用說了 他也說他是原住民 這樣跟那個時候 的所謂的高山祖 他如果要用原住民 那時候他 就變成被消滅了 你聽得懂嗎 所以你看這個文化很可怕 他在實施一個制度的時候 他都有他的用意 他背後都有他的陰謀 但你如果有地位 你會想 你沒有智慧 你就會消滅 這些高山 我就跟這些高山人說 我說你們一定要堅持 要保持高山這兩個人 因為高山這兩個字 他無論如何 他不能消滅你 但是如果你堅持說 你是原住民 我告訴你 不用一百年 我告訴你你就沒有了 原住民在日本人 撤退去日本的時候 被強迫撤退 那個時候的高山 他跟我多少 有一百二十萬 你知道現在高山多少 五十二萬 六十八年 消滅一半以上 台灣人也一樣 台灣人 他中華美國來的時候 台先生不想讓你說台語 他說台語是沒有水準的 我不知道你們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這樣 老實說就要說國語 什麼是國語 我們的國語就是台灣人 國語就是台語 他說他那個叫國語 這國語 張戒祖自己說 就不會說國語 他是浙江人 他講浙江話 他說他也是國語 我會記得我以前讀書 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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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江戒祖 你說話我也聽不懂 奇怪 我說的國語 跟他的說話 怎麼不一樣 那就是一種文化上的侵略 文化上的壓迫 讓你台灣人 不記得你說你是台灣人 不要讓你說台語 所以在我那個時候 說台語要發錢 兩家人 我那時候兩家人 我們二年可能差不多 當然現在 所以現在才看 現在年輕人 現在年輕人 都以講北京話為榮 老闆老母 你跟老闆老母說話 他不要學 因為你後來老師跟你說 那是沒有水準的話 其實錯啦 真的台語 是有水準 比他所謂的北京話 還比較有水準 台語的音調 語役 有很多很多的 都是他們北京話 沒辦法跟我們學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觀念 要改過來 尤其你來這裡 想這個做法律學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長來上課 有自己拍照嗎 自拍 有嗎 你自拍後 不是啦 我想說 你的手機 先自拍一下 看你寫到什麼形 跟名字 你口都上説了 再自拍看看 我保證你的面貌 絕對不一樣 是怎麼說 因為 在昨天以前 你的智商 你的智慧不開 你以後還在 六十八年 六十九年 國民黨那套 強迫式的 洗腦式的 中國教育裡面 但是你想過這三天以後 我跟你保證你絕對不一樣 你也要看保證 我說你不要看保證 你要相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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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相信 我就不要說了 你不就要說你不相信 我就要跟你說對不對 你應該是不相信嘛 想說你不要看保證 你保證看 台灣又與某某國家斷交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嗎 有沒有 台灣退出聯合國 有沒有 你不要看 我請問 台灣當時加入過聯合國 台灣什麼時候加入聯合國 聯合國 那是他們中華民國 是聯合國 1971年 讓他們退出來 中華州的代表讓他們退出來 那台灣什麼關係 台灣當時有 建立過外交 所有建立外交的 都是跟你說 我跟中華民國建立外交 我誰跟你跟台灣建立外交 台灣從來沒有建立過外交啊 台灣從來沒有加入聯合國啊 所以說你要看保證 你根本看不懂報紙 所以有時候 那保證拿來的時候 你給他看看 你把中華民國 自己拿掉 換作台灣去你看看 也許你就看得懂 那如果台灣呢 你把他拿掉 換中華民國給你看看 你都沒人看過 這有很多 那你不要看這個 要做 保證呢 保證的聲音鬧的功力啊 很厲害 所以有很多人說 保證我們都不說 台灣民政府 保證怎麼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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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怎麼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 是要將中華民國消滅的呢 我們台灣民政府 是要把中華民國趕出去 要消滅中華民國的一個組織呢 所以有的人會說 台灣民政府是不是叛亂集團 你以為是判亂集團 你驚手 你不敢驚啦 我知道 你覺得不是會驚手 我知道 你又來了 台灣人在習慣就是什麼 都在看別人 嗯嗯 有人驚手 他在這裡要驚 如果沒有人驚手 我會驚 這個台灣民政府 有向美國頂記 向這個中華民國頂記嗎 答案是 沒有 奇怪耶 不跟頂記 中華民國的警察 怎麼沒來找你 中華民國的法人 怎麼沒來找你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不然跟他保證 有的人跟你說 台灣民主是詐騙集團 我沒聽過嗎 沒有 我沒聽過 沒有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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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比較少了 你別無款 你曾經募款 給台灣民政府的請你舉手 你別無款給台灣民政府 你別無款給台灣民政府 他也不是台灣民政府的人 你不敢說美國人就是 我們台灣民政府 你聽過意思嗎 何睿的 你說何睿的 何睿的 何睿不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人 他講的嗎 有來上課 你台南上課 有跟你無款 一千塊 一千塊 完工喔 完工喔 因為一千塊是身分證 哪 不然 一千塊是甚麼錢 我哪都不知道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從來沒有這種事發生 台灣民政府從來沒有這種事發生 如果有人用台灣民政府的名譽 我可以跟各位說 把你拿錢 那都騙你 對 都騙你 對 台灣 台灣 對 你真的很怕死 你就說的都實在 都不要去問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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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名字開始 我來用那個 馬英雞的名字 我也不賣 沒款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一次 台灣民政府從來 對外面沒有募過任何一毛錢 從來沒有 如果這樣你還比較陷 等一下 你說他不是用台灣民政府 他用他自己的名字 這樣我跟你說 好啦 我聽我 我聽我 他不是用台灣民政府 他用他自己的名譽 這樣啦 你們一個人交一千塊給我 我以你們大家的名譽 我來台北市的總統府的頭前 替我們大家來講話 這樣好不好 我頭部也比較清楚 有一個拍照 好啦 他走是幾次走 但是 我聽說台灣民政府 有跟你無關 我怕一條 我真的嚇一跳 那什麼運動 喔 這樣喔 但是我跟你說 他不是台灣民政府的人 我們也不用他幫我們發聲 我們就告美國 我們怎麼就告他發聲 真的嗎 我們已經用法律 控告美國 再告而已 還要發什麼聲 所以呢 會記得 台灣民政府在外面 我們絕對沒有募任何的款項 那如果募款那些都騙住 那一定要記得 這很重要 對 台灣民政府 告美國告贏 我們為什麼要募款 我們如果要募款的話 應該是美國給我們錢 告書要出錢你知道嗎 那告書要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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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啦 對不對 好 所以我這一次中的觀念 你要知道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尤其中告揚 以後兩千空六年十月日 告美國跟兩千空九年四月接近 五點 五點 我們說五點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性的政府 本土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的聯絡 本土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的聯絡 美國軍事政府現在在台灣占領中 再來 要求美國的行政團員要主動協助 我們原告台灣民政府 所以兩千空十年的時候 美國邀請我們 在美國華盛領第一設辦公室 兩千空十一年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的內閣成立 這個也叫參議院成立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通過 從那年開始 發行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我們剛好贏的時候 美國跟我們說 我們剛好贏很高興 跟美國說 我好贏 你要將政權行為 對不對 我夠贏了 你要把政權還給我 因為我不是中國人 我不是中華民國 美國說 OK 我們願意還給你 你找四千位 奔託台灣人來 我就政權還給你 是不是他還給我 他說連你都不是台灣人 蛤 我不是台灣人 我為什麼不是台灣人 我就小時候 身份證拿出來給我看 那身份證是不是這張 是不是 是這張的行李 你是這張身份證 你是這張身份證的行李 你是這張身份證的行李 不是這張的行李 你不是這張嗎 我再說一次 你的身份證是這張的行李 不是的行李 你不是這張的行李 你如果是這張 這女的行李 你是這張嗎 我看你的行李就不行 你不是這張 但你的人生這張 那這張上面什麼 你都要討論嘛 中華民國對嗎 中華民國是台灣嗎 你台灣的身份證在哪裡 所以你沒有自家 包括那當中我 我們都沒有自家說我是台灣人 你不怕到嗎 又很夭壽的 你看看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不是公民身份證 我去投票他走 現在不敢去 現在都不尊勝了 你都不尊勝了 你都不去投票 對不對 你拿這張投票 你國民 當作是公民去投票 各位 我們是騙很大 中華民國騙台灣人 真的叫做騙很大 我說實在的對不對 好 你這張議員 你還有一張獲獎 那張獲獎是這張獲獎 你看看 是不是 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叫什麼 中國 大家 你讓人比較聰明的來 注意 拜託 裡面有什麼台灣 這台灣是誰 人家被嚇到 阿扁 沒有台北 你如果說台灣要死 喔 這裡面都沒有台灣 只有一個中華民國而已 來 看我這裡 你看我 聽清楚 中國國民黨 對不對 中國國民黨 你不要聽過 中國國民黨 你不要聽過 中國國民黨 國民黨 定義是中國 從中國來的 你看有沒有 是不是 是啦 不要怕怕 說啦 民進黨 我說 他是叫做 中華民國民進黨 他說奇怪 民進黨不是台灣人嗎 好 台灣民主進步黨 好 其實不叫做台灣民主進步 是叫做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是怎麼說 他叫做中華民國 因為民主進步黨 他的黨章的第一條 第一條 裡面寫什麼 台灣是主權 獨立的國家 名叫做中華民國 夭壽 我們當時叫做中華民國 所以 你提起中華民國這個名 是土地 民進黨的上面 民進黨 嚴格來說 要說叫做中華民國民進黨 我請問 你回答 回答中國國民黨 和回答中華民國民進黨 有對一隻不一樣 有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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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你再說下去 你會很可怕 你會怕一條 你會齁 直貌冷漢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什麼 沒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簡稱什麼 中國 三個都一樣 所以你看 你看看 那中國人 選舉選輸都走在中國 民進黨選輸也走在中國 啊 公主的是我們啊 已經跟你說反共抗惡 我們找中國 是找到要找 說共產黨 雖然我們沒有看過共產黨 但是聽到中國大陸會怕 看有夠嗎 跟你嚇到你會怕 其實也沒辦法 真真正台台灣人是什麼人 中國國民黨 共產黨不怕台台灣人嗎 嚴格來講沒有 沒有啊 嚴格來說是沒有的 你是在怕什麼 但是你要知道 台灣的地位 跟中國是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馬關條約裡面 清條已經將台灣朋友 永遠割讓給日本天皇 美國再倒回去了啦 所以 現在現實是中國 他也知道 共產黨也知道 所以過去共產黨都說這句話 他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對不對 這四五年又說沒有 你想什麼 他怎麼說沒有 他現在也說什麼 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有啊 為什麼 這四五年 就是我們台灣民眾 爬起來 我們去告贏 美國已經跟中國說了 人家都已經告贏了 已經讓你很清楚了 台灣朋友不是跟中國有任何關係 所以你不能再講說 台灣是中國的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你膽敢靠近台灣 你就是侵略 戰爭法裡面的侵略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做很多的事情 我們台灣民政府 替台灣人做很多公路 中國開始不敢再講 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怎麼都不歡迎是怎樣 你們的拍手 又是什麼原因拍手 我如果給你問你就拍手 你為什麼原因拍手 是為什麼原因拍手 我都搞不清楚 蛤 不會向體育 答對了 就是說我們台灣民政府出現 我們這個論述 按照戰爭法 讓中國對台灣已經斷念 就是對台灣有在笑聲的念頭 沒了 所以美國 這裡會讓我們跟我們說 跟中國民國說 我告訴你 台灣民政府這個團體 是完全依照國際法在做事的人 你不能以刑法以上的處分 來對付這個團體 所以你們這裡都安心坐在這裡 所以這麼安心 在這裡坐在臭屁 那以前的時候 我告訴你 早上早的時候 撈撈撈早早 我先抓他死了 那現在 我們就沒有給他定義了 那怎麼定義 美國 那內政部沒有定義 那內政部不會說話嗎 我告訴你 他說 立法議員 那個立法委員 有兩次 立法委員 聽起來咨詢 咨詢 臺建國 台灣民政府是叛亂集團 你們為什麼不取締 中華民國 臺建國說 答覆的時候 台灣民政府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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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違法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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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於什麼 合法的組織 來我給你看公文好不好 來給你看公文來 內政部 答覆 老百姓 你們問說 台灣民政府 是叛亂集團 這張 你看看 這張 他現在說 至於民間或學術組織名稱 使用政府以此 並無法律上的意義及效力 這說到 這真的胡說八道 不然 不然 你明天回到你家 你家的牽牆 換作政府 看看 你家給我換作政府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嗎 絕對不可以 為什麼台灣民政府 他嚇這個文 這張 你們有拿到嗎 有嗎 拿這張 給你的意思是說 後來你的旁邊 旁邊的人 你黑白說你拿這張給你看 來政部 就不敢說 我們是違法 不敢說 我們是 什麼組織啊 你在講什麼東西啊 我們在美國登記的 那張政策 我給你看好不好 好來 這張給你看 這張是我們 向美國定義的 在2010年的10月4號 我們登記的 你看 你看 看不 所以 我們大家很安心的 坐在這裡上課 沒有人會打擾你 所以 我們那個身份證 已經有兩萬五千份的身份證 我們的身份證 來 身份證 有的人 在外面 會不會給你們看 說那是玩具 我給你看這個玩具 來 去館桌 拿玩具 入館 會證明給你看 這 台灣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證 這後面是晶片 已經被國際認可使用 回來啦 因為在那個館桌出境的時候 不用帶他們 館桌 你去美國嘛 到美國入境的時候帶他們 出境的時候沒有蓋章 在這裡 12月 因為在機場的時候 我們自己寫的 我們連續兩三年都這樣 在機場的時候 是那個護照照收去 因為換那個當機證嘛 他就去 他說 我身份證還有兩三萬塊 日幣要怎樣 把他換到回來 現在去換的時候 小朋友就跟你說 你的證明在哪裡 他說 護照 護照就 櫃台拿去 你有沒有身份證 有 比較快 拿那個 中華民國那裡拿出來 他說 不不不不 這一份 我們不承認 中華民國他沒有信任 所以 我們的人就跟他說 這樣啦 我還有一份 拿我們這份出來 我們這份 身份證拿出來 拿出來 銀行裡面的人 那主管拿來核對 那一份譜還要翻 核對 他說 OK 可以換錢 不是身份證換錢 是身份證可以做你的證明來換錢 這張身份證厲害在哪裡 你看有沒有 我告訴你 這幾個 USMG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TCG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台灣民政府 這個名稱 可以用台灣國嗎 不可以 可以用台灣臨時政府嗎 不可以 可以用台灣人民政府嗎 不可以 一定 西班的一定要台灣民政府 因為台灣民政府就是 建政法裡面 要自己成立台灣民政府 這個民政府成立 以後 什麼人跟你成立 什麼人要跟你成立 所以 所以在台灣這個土地 有成立 有沒有成立台灣民政府 有 有 中華民國來台灣 1975年來 剛才來的時候 他成立兩個組織 一個叫做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沒聽過嗎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還有一個叫做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有嗎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就是台灣民政府 台灣行政 警備總司令部 就是台灣的軍政府 羅北亞在1947年 1月2月28日發生 2月28日發生 所以在1947年 6月15日 美國的強迫要求之下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改名字叫做 台灣省政府 哇 是從這裡來的 所以他的前身就是台灣 行政長官公署 羅北亞李政輝 公公不知道 要將台灣省政府 跟他廢省 有嗎 但是美國出來說 不可以 開玩笑 你台灣省政府 給你廢掉 這樣台灣的民政府 就不去了 這樣就違反戰爭法 違反國際法 美國要去國際法審判 所以他就派人 跟李政輝說 不可以廢省 你可以動省 不能廢省 所以台灣現主席 要還有一個省政府 在中興新村 建政部都在 但是沒有人 這是從什麼 在當時 我們台灣民政府 得到政權的時候 要去那裡 要去那裡 我在這裡上課後 我們有幾個學員 聽著聽著 他會有 壓心起來 比較快 叫四隻 由我們馬數 140個老人 去中興新村 霸佔 占領中興新村 這樣說 他執政 我實在 看到這個新聞 我特工幾個天 我說 你如果要 占領中興新村 不如去 占什麼 總統府 比較快 你鑽總統府 不知道總統府 你鑽總統府 你鑽新新村 是要做什麼 他現在對我說 我們把旗子升上來 表示我們成功了 我說 台灣人 有很多台灣人 那個頭腦 不知道在想什麼 這六十八年 六十九年 台灣人的錯誤 就到了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想想 美國 和我們討論 和我討論 台灣人的頭腦 這樣賣到這種形 但是又要求 有賺錢 有賺錢 他都賺 但是這個 政地上 都是 做傲務 都叫你 交稅金 大家都去叫 叫你來做兵 大家都去做兵 其實你不用做兵 你怎麼做什麼兵 中間就是 我們的極輪 你拿極輪去做兵 一時間過 我明天就繼續說 我要再誤 謝謝 各位同學 請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謝謝 謝謝 我們下課